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黄子涛女装,宋亚轩古风,杨子变大小姐。 新综艺路透让人期待满满。 最近,时代少年团的宋亚轩一身古风的造型成为热门话题, 让人感慨,即便是戴着口罩的她,都能帅到让人一不开眼睛。 宋亚轩古风造型确实非常好看,当风吹过她的头发和衣摆时, 更是仙气飘飘,感觉小说里古装小少爷和少年侠客都有了脸。 而大家也扒出,原来宋亚轩这身好看的装扮是在录制一档新综艺《萌探探探案》, 听名字有点钟儿,但看过介绍后,网友们也还是很期待的。 这档综艺,在一些资料中显示,是探案,推理类的真人秀, 但官微却抛出悬念,称,不是狼人杀,也不是剧本杀,是什么,看了才知道。 在各色各样的综艺节目里,探案推理类的综艺并不是没有出现过, 之前明星大侦探《密室大逃脱》等节目也获得过不错的口碑。 而这次《萌探探探案》又该怎么脱颖而出呢? 从一些节目介绍可以看出《萌探探探案》应该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探案上, 而是放在了搞笑上。 虽然,节目进行中,也会让明星嘉宾亲自参与探案,有实景,有线索,有故事线和各类任务。 但节目其实是把反套路,不烧脑,多样搞笑当成了重点, 看来想要轻松看节目,图一个乐呵的观众是可以关注这档节目的。 同时,节目探案情节的设定,很多还是把热门悬一句当作基础的, 看来一些悬疑剧的剧迷们也应该会喜欢《萌探探探案》。 节目介绍,会把很多经典的IP用报、笑的方式复刻, 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名场面也不会迟到。 由此看来《萌探探探案》的定位和《明星大侦探》这类节目并不相同, 应该也不会存在对标或竞争的关系。 据悉《萌探探探案》的导演是王牌对王牌《我就是演员青春环游记》的总导演吴童, 半综艺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而要说这档节目更吸引人的, 还是要数登上节目的嘉宾。 从目前网友的路透来看, 已经有多位知名的艺人要登上节目了。 《萌探探探案》里, 有几位嘉宾是常驻嘉宾, 而杨子应该就是其中一位。 在路透里, 杨子有美丽的古风造型, 让人仿佛回到了他眼香蜜沉沉, 尽如霜的时候。 同时, 杨子也有一套民国装扮, 好似大小姐, 又似女学生, 梳着两个麻花辫的他, 也很漂亮, 相信是参与了节目里很多主题的录制。 纳英 纳英在《乘风破浪的姐姐2》录制结束后, 看来也是喜欢上了陆综艺的感觉, 趁热打铁又加入了蒙探探探案的节目组。 由网友拍到, 纳英也罕见扮上古装, 造型和李小冉在庆余年, 李长公主的造型非常相似, 让人颇为期待。 黄子涛 黄子涛很有综艺感, 无论是参与节目还是当评委评论 别人, 都非常有梗。 而他之前扮女装的造型也颇为惊艳。 这次, 大家又发现他在《蒙探探探案》里, 再次穿上女装, 而这次还是古风女装, 也是让人想赶紧看看正片。 孙洪雷 作为极限男人帮的成员, 孙洪雷玩起游戏来被称为极限三傻, 但也给观众带来了无穷乐趣。 这次, 他加入《蒙探探探案》相信也能发挥添乱优势, 让节目有更多更有趣的看点。 宋亚轩 作为 时代少年团的成员, 能单独出来参加综艺节目录制, 也是很让人期待的。 除了前面提到的古风造型, 宋亚轩也有女装的尝试, 让人直呼啊啊啊啊啊啊。 蒙探探探案放出的一些小视频里, 还能看到让宋亚轩在一群孙洪雷的照片里 找杨迪这样的有趣挑战。 除此之外, 杀意、杨迪等明星也会加入节目, 看来笑料是有保证了, 气氛担当, 一个都不少。 之前, 已有不少网友透露 蒙探探探案在向山开路, 看来节目制作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这也让大家盼着什么时候 能等到节目正式播出。 蒙探探探案官威 曾在五一节前就预告, 听说好戏就要开场了。 刚刚, 节目组也发出一张图片, 内容是在数字键盘上标出了 1、4、5三个数字, 似乎预示了节目确实要在 5月14日与大家见面。 而节目到底好不好看, 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